求 离苦的路 不为个人求 为众生求 众生太苦了 那么我们 这些学佛的人 给众生求啊 有没有效 有效 有效没看到 那什么 众生造业太多了 我们这一点 功德了 化解不了 我们的功德很弱 很小 众生造的也很重 很大 可是我们这样做法 让很多众生看到了 里头 有 善根 富得英语 好的 他看到了 会求无 求无之后 大家都能够回头向上 问题就能解决 可以解决 整个地球 整个世界的问题 这个道理 近代量子力学家都知道 他不是从佛法知道的 他是从量子力学 知道 他们知道 人的念头 能量之大 无法想象 所以他们劝人 人要有好念头 不要有悟念头 所以化解灾难 他提出的方法 是气物扬山 盖血归正 断真心念 什么灾难 都化解灾 念力 老和尚这个念力 蠢 因为他没有咋念的 他这里有个小故事 他自己种冬瓜 种一个很大的一个冬瓜 他很喜欢 被人偷去了 他就种 哪个人偷了我的冬瓜了 他也害病 他要吃苦头 果然就有一个人得病了 真的 冬瓜是他偷的 那么连 看他病的苦 可怜的那个样子 也是他的亲戚 老太太找了个人 你不能再住了 你看你那个堂弟的时候 这个得的病很可怜的 他想这么灵啊 赶快改口 希望给他好 不要让你痛苦 过几天就好了 这都是他年轻时候的事情 你就想着他的念力 我们咒个人 那个人怎么咒啊 他也不生病 他也好好的 为什么他一咒的时候 就起那么大作用 他在念力 他的念力纯 我们的念力砸 砸了很多妄想 咒念在里头 所以他不灵 不是周围不灵 是我们就夹杂不蠢 他从小念头就很蠢 没有咒念 尤其是 得到阿弥陀佛的价值 得到护法神 保护 肯定有护法神的 那么这就是 跟阿弥陀佛 因地那个时候 就有关系 我们今天听到佛号 听到净途 三经五经 能生欢喜 能够获掌公经 这就证明 我们跟阿弥陀佛的 缘很深 阿弥陀佛 在做法藏比丘时候 我们就结了缘 到今天 不知道多少节了 这一生的人生 遇到佛号 这缘成熟了 所以 因地中 弥陀相知 这就是遇到了 遇到阿弥陀佛 深蒙教诲 成熟善根 遇到佛 遇到佛 佛慈悲 佛真教你 我们没有能够相信 但是 佛所教诲的 在阿弥陀佛 在阿弥陀佛里头 结成种子了 这个里头说 成熟善根 实乃 无上殊胜的善愿 又因 徐师受教因缘 真 从闻起思 从思起愿 如是 正思真愿 因如 跋涉心天 绝定不朽 视为 无上殊胜的善愿 这是 这一段 是说 我们跟阿弥陀佛的关系 不是有这么深的缘分 你遇不到佛法 遇到也不能结束 也不能相信 我们今天遇到了 能结束 能结束 我们得得历历了 并不很多 我们的业障习气 非常严重 原因就在此地 我们没有 一教奉献 这就是 善根佛的因缘 有 业障习气 非常重 障碍你 不能修行 障碍不在外面 再次写 再次写 再次写